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这里是阿木木分析战场热门队伍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小年快乐,也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 感谢大家对木木的支持 那么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队伍是一个在近几个赛季刚刚活起来的队伍 那就是由司马仪、曹操、蛮宠组成的一个以司马仪为核心的新版司马盾 也叫泰卫盾 图中这个配置是木木自玩的一个配置 首先我考虑到带藤甲会怕火,索性我就给藤甲舍弃掉了 靠着行医阵和赞比其风的减伤也非常够用 至于鹰城自首则是为了提供足量的治疗 因为蜀国公还是比较怕负面效果的 所以我把刮骨疗毒给了我的蜀国公 泰卫盾这个队伍可以说是三战伤害最稳定的一个队伍了 因为这个队伍是靠着司马仪的一个单核输出 而且司马仪所携带的战法基本都是指挥和被动战法 所以伤害会非常的稳定 而相比于之前的好招司马盾 这个泰卫盾有趣的点就在于这个新武将满宠了 我们先看一下满宠的自带战法 震恶防锯 一个指挥战法每回合判定一次 有50%的概率选择另一名副将援护所有友军 同时当这名被选择的副将被普通攻击时 有55%的概率移除对手的增益状态 这个指挥战法的判定几率首先还是很高的 而且它还被智力加成 在战斗中的实战效果概率会变得更高 而且这个战法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蛮虫把另一个副将扔出去挨揍 所以副将的思维一定要坚挺 能扛住伤害 于是我们的卫国万能辅助曹老板就加入了战场 携带上魅惑 还有概率对敌方武将造成控制效果 就很舒服 但是话重点 这个队伍非常怕携带当风的队伍 例如无枪等等 因为这个队伍基本上没有主动战法 所以他非常害怕尾报效果 在战场上一定要注意 可能有的观众老爷会对这个单核输出队伍 是选择蛮宠 还是选择好招而产生纠结 这里木木也说一下 如果你的曹操和司马仪 红度都不高 在一红甚至白板左右 那其实可以选择好招 因为好招可以起到补伤害的一个作用 而且奶量也非常稳定 木木之所以选择蛮宠 那是因为我的蛮宠蛮红 好招太白了 当然如果你的司马仪和曹操 任意一个红度高的情况下 那就完全可以选择蛮宠 因为在司马仪或者曹操红的情况下 都会给队伍带来一定的伤害提升 那既然我们的伤害提升了 我们的伤害够了 就要去考虑用蛮宠去削弱敌人的增益效果了 毕竟敌人变弱了 就相当于我们变强了 总的来讲 泰卫顿这个队伍现在在PK赛季战场上 效果非常不错 面对蜀国公 无奇 虎尘 以及一众突击队伍效果都非常好 是一个比较推荐的队伍 但是白板会缺失一定的伤害 一定要注意 白板推荐程度 三星半 满红推荐程度 五星 点关注不迷路 这里是阿木木 分析战场 热门队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